各位鼎姐妹你們好 我們開始今晚的《色經》的討論會 我們這次是講到 都是一直講的是建立人的靈命的 現在我們去到第七點 第七點就是耶穌為我們承擔罪的懲罰 我們才能夠得救 當我們去解釋救恩的時候 很重要的一點 不只是講給人聽 怎樣得救 怎樣得救 只是一個方法 但是最重要是救恩的來源 為什麼我們可以得救呢? 因為耶穌為我們所成就的救恩 所以我們是應該向人解釋神的救恩 向人去知道神的大恩大愛 明白耶穌要付出的代價 我們才能夠得救 不要只是講怎樣得救 因為怎樣得救呢? 只是講我們可以領受到什麼 因為耶穌就不會令到人覺得是神的愛的偉大 也都不知道那個恩典的來源 那麼我們是需要明白 神的恩典不是必然的 這個是禮物來的 那麼我們呢 心裡面充滿感激 生命就會更新 就會有感激神的心 喜悅神的心 遵從神的心 就會有傳揚福音 拯救人靈魂的心 OK 那麼我們這次的經文 以賽書53章第五節 哪知他為我們的過分受害 為我們的罪業壓傷 因他受的刑罰 我們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傷 我們得醫治 這個經文是在舊約的 講到預言到 耶穌基督為我們承擔這個罪的懲罰 其實在53章 54章的以賽書 都是很詳細講到耶穌的救恩 是一個很大的恩典 那麼有時候有些人向一些猶太人傳呼音 就跟他說這個經文 他說這個經文是新約的 在你們的聖經 但是呢 就有人回答他 不是啊 這個是你們的聖經 是你們的聖經所講的說話來的 不是我們作出來的 真的是在聖經裡面講的 那麼有很多人就 就是那些猶太人就不知道 以為是新約的 是信耶穌的人才講的 那麼原來呢 這個是 在舊約裡面已經是講了的 向以色列人已經講了的 那這個呢 就是神很大的恩典 讓我先去看看 我看看一下 我看看一下 我現在找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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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裏就更加清楚看到是講到耶穌的 就講到第七節那裏 這裏大家看不到 大家可以找聖經去看的 二釵書五月三章第七節 他被欺壓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 他像羊高被牽到宰殺之地 又像羊在展無的人手下無聲 他也是這樣不開口 因受欺壓和審判他被奪去 至於他同世的人 誰想他受鞭打 從活人之地被剪除 是因我百姓的罪過呢 他雖然未行強暴 口中也沒有詭責 人還使他與惡人同賣 誰知死的時候與財主同葬 然後第十節就講到耶穌說 他定義將他壓傷 使他受痛苦 耶穌說以他為贖罪祭 他必看見後裔 並且延長連日 耶穌說所起遇的事 必在他手中亨通 這裏是講到 預言到耶穌基督 預言到耶穌基督 他為我們所承擔的 承擔罪的懲罰 由第五節那裏開始 我們這次看的就是第五節 但是後面那裏我們就看到 真是預言耶穌的 就是講到他被人欺壓 被人奪去 因為他和小人沒有想到他從活人之地 被剪除 被殺死 是因我百姓的罪過 是為了人的罪的緣故 猶太人 有些他們不信耶穌那些 他們的解釋這個義博是誰呢 就是以色列 但是這個解釋是有問題的 因為這裏是講到 他從活人之地被剪除 是因我百姓的罪過 就是因為以色列人的罪 沒有理由因為以色列人的罪 所以以色列人就無辜地被殺 因為這裏講到他是無辜的 是耶穌基督說 使我們眾人的罪都歸在他身上 是神將我們的罪歸在他身上 所以他本身是無罪的 但是猶太人有些不信耶穌的 他就解釋 因為他看到以色列書53章 講到關於耶穌的救恩 他講到這個救恩 這個代屬的基督 他們是不相信不接受是一個人 這個人為我們代屬 他們就覺得這個是講到 以色列人他們受很多苦 但是這裏就很清楚是講到 他是因為百姓的罪過 所以被人剪除的 所以那些人都有罪 但是他是無罪的 神使我們眾人的罪也都歸在他身上 所以說到他是無罪的 所以從這裏我們知道 是講到是基督的 而後面第十節那裏講到 就是耶穌說以他為熟罪祭 就是他為我們熟我們的罪 他會看見後裔並且延長連日 這個看見後裔 就是指到那些人會信耶穌 並且延長連日 即是說他是會一直存活下去 所以這裏其實預言到他復活的 他的連日是會延長的 那在十二節呢 也都講到他是名列罪犯之中 所以我要使他與偉大的同分 與強盛的軍分老物 因他因為他將命傾倒而至於死 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 他卻擔當多人的罪 又為罪犯代求 這裏講到他被列在罪犯之中 但是呢 他是承擔我們的罪業的 他是要擔當我們的罪業 所以其實他是無罪的 不過他就要明列在罪犯之中 但是他是擔當我們的罪 所以很明顯講到一個無罪的人 無罪的基督 為我們神的義勃 為我們而受苦 來拯救我們的 那關於以上的 我們經文那裏沒有給大家 沒有把他打出來 那大家聽到有沒有什麼 回應或者問題 就是關於這個經文 預言到關於基督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清楚的經文 預言到基督的受害 來熟我們的罪 如果沒有人問我們就會看回這個經文 二塞書五十三章五節 就是我們今天給了你的經文 哪知他為我們的過份受害 為我們的罪業押傷 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那這裏講到耶穌做了三樣東西 大家看一下 然後告訴我 這裏講到他做了三樣什麼 他做了三樣東西 大家放膽去 我講了其中兩樣 他是受到刑罰 和受鞭傷 和醫治我 OK,受鞭箱,就是这字,OK,那然后第三样是什么呢? 受害啊,他自己 是的,其实呢,第一就是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啊,为我们的罪压伤啊 那这个工作是会成就什么呢? 救恩 是的,成就这个负罪啊,这个救恩,OK,好 那第二样是成就什么呢? 第一样就是负罪了,第二样呢? 其实你照着经文看来就是了,顺着负罪 是的,那就是什么呢?就是和第一个有什么分别呢? 我忘记了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负罪 是的,负罪 第二样呢? 就是平安 OK,好 那平安呢?是可以是一个就是心灵的平安啊,另一个是全人的平安呢? 因为Shalom这个字呢?是可以解作全,整个人的整全啊 那也都是包括内心啦 那所以呢,第一样就是耶稣为我们负罪 第二样呢?就是叫我们能够整个人回复完整的生命 也都有平安 内心的平安和整个人的平安 那所以这个呢?你可以说是属于一个全人的医治 包括心灵的医治 包括他的灵的医治 然后第三样呢?就是身体的医治 在这个经文呢?就讲了三样耶稣所做的 第一就是负罪 第二呢?就是医治我们全人了 就是他负了我们的罪之后呢? 负了罪和叫我们成为一个 就是一个完整的人呢?是两回事来的 负罪不代表一定将我们变为完整的人 或者将封性生命赐给我们的 这两样是分开的 就是我可以解释一下什么意思 譬如假设呢?耶稣只是负罪而已 不过呢?他就不会重建我们的生命的 那我们呢?就可以罪得赦免了 可以去到天堂 不过呢?依然的人呢?是会有很多不开心 很多烦恼,很多猛烈,很多怒躁 就是他的心灵,生命没有被医治 那就是我们明白到原来呢? 就是如果耶稣只是赦免我们的罪 正是救赎我们的灵魂呢? 那跟着呢?就...ok 我们去到天堂了 但是呢?生命没有被重建的时候呢? 其实都是很惨的 就是我们都是活得很惨的 但是神呢?不单止是赦免我们的罪 也都将我们的生命重建 包括心灵和我们的灵 灵与魂的重建 叫我们能够有封城的生命 那这个是...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 记得和感恩了 那我再用一个方法形容 好像有个罪犯 那...就... 国家领袖呢?就宣布他 他无罪释放 但是他无罪释放呢?不代表 他变为一个完整的人喔 那...但是呢?假设... 那...这个...就是人来说 是做不到的 那...譬如...假设这个... 天国的王呢?是神 他呢?不单止是赦免我们的罪喔 他还将这个人呢? 变为一个... 完整的人 他是可以有这个... 力量和神的生命呢? 叫他变成一个... 完整健康... 心灵健康... 整个灵魂健康的人 那...这个是非常的美好的 就是... 我们信耶稣的人呢? 都会经历到这个重生了 就是信耶稣之后呢? 里面就会产生出喜乐、平安 有动力 有圣洁的动力 有... 爱人、爱神的动力 有遵从神的动力 有... 智慧聪明 就是神是将我们整个人恢复的 大家有没有经历这件事呢? 就是在信耶稣之后 整个人就有一个动力去改变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件事在你身上发生呢? 就是很明显的信主之后呢 就开始有这个生命的更新改变了 和内心又平安 有啊 有啊 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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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 就是... 我的心开得慢啊 所以我都要... 有几年的时间呢 才... 我觉得... 都是... 改变了八成的了 嗯... 就是... 逐样逐样的拆 那些东西呢 那可能之前是比较... 就是个人比较硬的 那现在就是... 就是... 回复回到温柔那一年了 就好像我小学那样了 现在... 嗯... 好... 感谢主啊 就是神呢 会将我们更新 事实上呢 当我们信主的初期呢 已经会很... 有很明显的改变的 那虽然有很多地方 我们未曾... 就是... 未曾改变了 那也都有时呢 是因为... 教導的缺乏啦 就是我自己觉得 是怎样呢 因为很多人是没有收到一个讯息 就是说呢 犯罪有破坏性 和... 怎样去处理罪啊 就是... 就是没有... 没有具体的去... 教導 那...于是有很多人呢 就觉得... 我投资赦面就可以了 那里面他有一种动力改变啊 但是呢 当他一看到那些不如意事的时候呢 就会发猛争啊 怒吵啊 或者是... 或者有其他问题 好像情欲啊那样的 那就被这些影响呢 就没有一个动力 说我... 全然离开这些罪 我不要被这些罪影响我 是会有破坏性的 就是有很多人是没有收过这些教導的 于是他们那个处理生命的动力 是不强的 那... 也都是没有一个教導 就是怎样具体的 就是我们譬如说 有罪的意念 那我们... 找出他的来源 然后呢... 我们留意到罪有破坏性 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继续在罪中呢 就会带给我们生命更大的破坏 是对我们更大的损失的 那所以我一留意到罪的意念 我立刻在他心里面 立刻就截停他 这个是感谢神 给我的这个教導 就是在他心里面 截停了那些负面的意念 就不是压抑他 而是说 我给这些意念 在我生命之中 就会破坏的 而我听神话呢 神是会祝福的 于是呢 所以我们在心中 当我们在生人的时候 就化解了 怎样化解呢 就是说 我生人是对我没有益处的 我生人 也都不会带来公义的审判 因为有时候有些人 会觉得好像 那个人这么伤 我要审判他 但其实不会带来公义的审判 是唯有神能够审判的 是不会带来更多公义的 我们的愤怒 那反而我们有平安 有爱 有接立 反而帮到那些人改变 反而这个还会带来公义的后果 那这些都是神的智慧 就是我们心中 咦 我留意到我有这些罪的意念 我就即时去处理 化解他 然后呢 就靠着耶稣 就选择信服 即是立志 立志选择信服 我知道罪的破坏性 那我就可以加速改变了 首先 姐妹所说的就是 改了八成 那就非常好 那我们以后呢 就留意到那些罪的时候 是可以加速地 真的几秒钟几分钟 就化解了他 即时去刻意处理 那就会加速了 即是说如果那些人 我们日日照顾那些人 牧养那些人 他一初信 我就告诉他 你现在信耶稣 耶稣给你平安 喜乐 即是你经历到神的那种特质 你经历到神的生命的改变 是非常之美好的 那你越听神话 神就会把你想都想不到的恩典 赐给你的 那你想不想整个生命得福啊 那么 那他就是 当他的心愿意的时候 他就会有这个动力了 以及教他怎么具体去处理生命 那么他就可以具体 我下一次有愤怒 我立刻怎么处理 有人伤害我怎么处理 而在这个群体里面也都时时分享 就是说分享 哇 我本来呢想发生的了 但是呢 神教我怎么立刻处理 立刻呢 不要让这些 愤怒影响我 我选择去遥书 因为其实那个人都是受很多伤害的 所以我选择遥书他 看书他 我就祝福他 那我们就可以更快处理罪了 那这个人就更加有平安了 就是说我们学习有更大的平安了 学习整个生命 也都是重建 整个生命有Shalom 就是整个生命的重建了 OK 那对于这个部分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或者回应 就是说 耶稣的救恩 射免我们的罪 也都重建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的心中有平安 和整个人的完整 这个Shalom 这个字可以解释是完整的意思 整个人的完整 被重建 有没有人有问题 或者是回应 OK 如果没有我们继续了 那由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了 那这里就讲到 就是我们受的鞭伤 可以得到耶稣的医治 身体的医治了 那这个呢 可以说在基督教里面 也都是一个很 爭論性的一个问题 就是有很多人就觉得 今天已经 未必是有医治的 那有几种看法 有些是觉得今天是 再没有医治的了 有些呢 就觉得是 神会医治 不过人呢 就没有医治的恩赐 就是他们觉得呢 这个恩赐终止论 就是恩赐已经停止了 所以呢 就不是有人有医病的恩赐 乃是呢 神可以选择某个时候的医治 那但是也都有一些 群体呢 他直接是不相信 今天还可以有医治的 那这些其实 是圣经很清楚的讲到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那但是同时也是有一个 就是我们不明白的一点呢 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不得医治 为什么有些人得医治 而有些人得医治 是很强劲的喔 真是很超自然的 那其中一个呢 大家可能会看过一套 英文的电影呢 就是讲一个女孩呢 这个当然不是唯一的医治的见证 不过这个是很特别 和呢 是公开了一套电影的 就是有一个女孩 她就 她是那些腸胃很严重的问题 她不能够好像很多人那样吃东西的 是很 是会 她立即有很强烈的 负面的反应 身体的反应 那她呢 就有一次呢 就去玩了 在她家里的后院 有一棵很大的树 很高的树 那她爬上去 那爬上去的时候呢 她就不知道 那个树中间是已经 就是通洞了 她爬上去呢 她就 坐了在一处的地方 那个地方就是 就是 很 那她一坐在那里呢 就整个跌了内侠 是跌了几十尺 那么远的距离 那她跌了之后呢 那那些 很消磨声的 是 喂 现在有没有声 其实这里有没有改变 OK 可能是网络的问题 那 就 她就跌下去呢 她就 看到耶稣在那里呢 并且 扑着她 叫她呢 是不受伤 那么 那么 她后来呢 她是死了的 她真的死了 去了天堂的 那么 然后呢 她后来回来呢 她的病全部 好了 就是 这些都是一些 很神奇的 神迹 那也都 其实在网上 大家会见到 很多不同的神迹 是很奇妙的 就是 譬如说 其中一个呢 就是那个叫 90 Minutes in Heaven 看看 是不是90 Minutes in Heaven 我不记得 是不是 好像是90 Minutes in Heaven 不记得 多少分钟 总之是很多分钟 In Heaven 就是说到一个牧师呢 他就开车 就走过一条桥 他走过这条桥的时候呢 对面的车呢 是乱这么摆的 是一个很大的货车 原来那个 那个货车呢 就是在监狱那里 因为那天呢 他们需要有人 駕駛那辆车去运车 那么呢 就问一下 因为那个司机不行 那就问一下 谁可以 可以駕駛 那么有一个人呢 根本他就不是有 駕駛货车的 的 那个牌照的 他就照駕駛那车呢 是这样走得很 很离谱啊 那么整个车 轮上这个牧师的车的上高啊 那么牧师 立刻死了 那死了之后呢 他怎么样呢 他就 他的脚呢 有几处不见了 就是断了骨 那些骨子 飞了到河里 是 总之全身是很多处伤害 是即时死了的 那么那些救伤人员呢 来到呢 就找些 找个 TOP 就是那些 很大的 交部 铺着他 铺着这个人 等那些 即是等那些 救伤 其实不是救伤的 等那些 殿防的那些车来 总之那些车来处理 那些车来处理 那个救伤车都不再帮他了 因为他已经很明显死了 那些车来处理 因為是单程路 一条路向前 一条路向前 一条路向后 那样 就是对面行车 那样 那在当时 排长龙呢 就有一个牧师 另一个牧师 在车上 那神就和这个牧师说 你去为这个死了的人 祈祷 那么他很惊讶 他为死了的人 祈祷 但是神叫他去做,他就照做了 那麼他去到那裡就告訴那些人,我要為那個人祈禱 那些人笑他,有沒有搞錯? 你這個人死了,很明顯死了,怎麼可以為他祈禱呢? 但是他堅持,那些人就讓他為他祈禱 祈禱的時候,接著他就唱耶穌恩友 當然是唱英文的 耶穌是我親愛朋友,這首詩歌 那他唱的時候,那個死人開始跟他唱 那麼他就立刻跑出來,告訴那些救傷車的人 他現在復活了,他在唱著歌 那些人不理他,就是不相信他,沒有立刻行動 然後他說,他真的在唱著歌,他真的復活了 那些人才去看,真的復活了 那是非常之奇妙的 那這個人呢,就是 也都有很多,就是有很多網上都可以看到他的見證 我遲些我查了一本書,告訴你那本書叫做什麼 就是幾多分鐘 好像是90分鐘 這本書叫做什麼事 大家可以現在上網查一下,你就會看到的 那麼他的封印,都是有說到他有一本書的 那就是,他全身很多地方已經是撞爛了 但是呢,他居然可以存活 死了那麼久呢,居然可以存活 死了那麼久,根本那個腦一定是缺氧 根本就算救回來,都是做植物人的 但是他是完全沒事的 就是那個腦,那個腦完全沒事 但是他身體是需要醫治 而當時身體很奇妙 就是有一個醫生在場 而這個醫生呢,是很特別的 有一件事就是什麼呢 他懂得在意外的時候,怎樣幫病人的骨 不要縮短了 因為如果不是,他一隻腳短了 另一隻,就有很多寸 那麼那個醫生呢,就用一個方法 將他那個,因為他其實呢 他斷了,那些骨斷了 但是那些肉是連著的 他就用一個方法 將那個骨保持一個距離 然後呢,那些肉仍然是連著的 那麼後來呢,就將他 就是後來去到醫院的時候 是很多很多次的手術 那麼,但是最嚴重的 就是他的腦部已經缺氧那麼久 但是呢,他居然沒事 那麼,其實這些這樣的見證是有很多 就是神可以很神奇地醫治 那麼,我自己也試過有一次 唯一一個人有癌症的 他很怨路,我們當時去宣教 他很遠路聽到我們 那裏有特別的聚會 他不認識我的 只是聽到那裏有特別的聚會 那麼他就走來 那麼他來的時候呢,我就教他 怎樣放鬆個人 感謝神,歡喜神 然後呢,他就 很開心地唱歌 那麼,當他很開心地 又充滿喜樂 然後呢,奇緣好之後 他是說不痛了,不再痛 那麼,他已經有個幾月呢 是經常都痛的 那麼,然後呢,他後來回到鄉下的時候 醫生檢查他就說 他的癌症已經沒有了 那麼,我是已經放在網上的 你找乳癌、葉牧師 你會見到這個見證 那麼,這些都是一些很神奇的醫治 但是有另一方面呢 是一個比較特別的 就是呢 就是我們難以明白的 就是聖經裡面也都有記載 保羅初次傳呼吸去加拉太 因為他有病 提摩太因為他屢次患病 可以稍微用點走 提摩太的同工 以巴弗提是 他患病差不多 幾乎要死了 然後呢,就有特羅菲摩也都病了 這些都是跟保羅一起的人 但是他都病 那所以我們就不能夠說 一定得醫治 但是我們說神有能力醫治 但是神什麼時候做什麼功呢 我們不知道 我會直接告訴別人 我們要投入愛耶穌 親近耶穌 遵從神 在神的強烈同在之下去親近神 神是會做蜜蜜的工作 神可以完全的醫治 神也都一定會 為到愛他的人 預備很奇妙的完美計劃 完美計劃也都包括 他的身體健康狀況 是不會難了這個完美計劃 到這個完美計劃是什麼呢 有時候我們不知道的 不是一定說沒有了病的 譬如幸林寺 他一直都有病 到他老死的時候 都是有病 但是呢 他一生都是受了很多苦 但是他就祝福了很多人 那這個就是 雖然他有病 但是神呢 沒有讓他的疾病 難了他去榮神 那我自己 以前曾經被人傷害的時候 我都是看行林寺的書 給我很大的鼓勵 是非常好 網上大家都可以搜尋到 很多他的散文 是非常有鼓勵性的 那就是說 有時候神是沒有選擇去醫治 那我們只是說 我們深信神有醫治的能力 神什麼時候做工 我們不知道 但是的確我們是見過很多 見過很多醫治 就是我 我有些在電話祈禱都有的 有個人說 頭痛了兩天 那麼我祈禱的時候 他說 嘩頭好像滾 那樣發滾 接著頭痛就沒有了 那另外有 譬如有個人呢 他是一整年多 肩膀痛得很緊要 他來到我們的聚會 那麼跟他祈禱呢 他是即時 他的肩膀痛是好 那也都有一個姊妹呢 他是社工來的 他的腳呢 是 即是有很多問題 那麼他就 賺了很多錢買鞋 買鞋墊 去看醫生 幫他的腳好 但是一直都不好 但是後來他來到我們聚會 我跟他祈禱的時候 他居然他走路可以正常回 還有他走路 我們那次呢 上去十四樓聚會 他 那個電梯壞了 他照樣走上十四樓 他說是沒有可能的事 那另外他的手 由小時候震 震到那時候 他應該可能都是五十幾歲 一直震到那時候 那麼他的同事 因為他告訴他的同事 爭神醫治他的腳 那麼他就 那個同事就說 那你的手還震 那麼他說 我們繼續看看神做什麼功 那麼有一天他說 咦你的手不震了 真的後來是不震的 那麼這個是很奇妙見證 就是神可以這麼奇妙的醫治 但是我們深信 最重要就是神是發揮我們的生命 而不讓疾病成為難了 我們發揮生命的阻力 就是我們聽神的話 遵從神 神一定去祝福的 OK 那所以以上我們這個經文 就讓我們看到 耶穌他的救贖 在三方面幫助我們 一方面就是 射滅我們的罪 第二方面 就叫我們的人得平安 還有整個人 回復一個完整的生命 也可以說是一個 封聖的生命 那第三方面呢 這個封聖的生命 也都包括是重生 還有一邊成性 成長 而第三部分呢 就是身體的醫治 但是對於身體的醫治 有很多宗派是不接受這件事 而耶穌是有說到 審案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所以我鼓勵大家 多祈禱 多處理生命 然後我們又帶著能力 去為人祈禱 你會發現 尤其在宣教的地方 你會見到更多神職醫治的 好 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 或者是分享 好 如果沒有呢 我們又繼續 下一點 這裡也是《彼得前書》 二章二十四節 就是 跟這個經文是有關連的 他被掛在木頭上 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 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 就得以在義上活 因他受的鞭傷 我們便得了醫治 那麼這裡呢 那個經文是跟他有相連的 他是 即他是 是把二塞書 不是三章五節那裡的經文 一部分拿了出來 那麼 因他掛在木頭上 耶穌是被掛在木頭上 掛在這個十字架上 親身擔當我們的罪 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 就得以在義上活 因他受的鞭傷 我們便得了醫治 那麼這裡說到 他擔當我們的罪 就能夠我們在義上活 就是說 這個人呢 在聖結公義上會 存活 能夠有一個新的生命 而呢 也有身體的醫治 那麼這裡就很清楚說到 就是說 是他擔當我們的罪業 承擔我們的罪業 就是說 本來我們要受罰的 但是現在呢 耶穌代替了我們受罰了 因為神的公義要求 一定要有受罰 才可以得到拯救 和祝福的 所以 耶穌已經為我們 扶了這個罪的代價 所以我們可以得到 罪的赦免了 關於這一點呢 我們有一件事很重要的 就是 神的祝福 是透過耶穌基督的 就是說 人信靠耶穌的救恩 他才開始有整個生命的祝福 當他聽話的時候 有耶穌的救恩 然後開始他親近神 尊重神 愛神的時候 神就會祝福他整個生命的 而神的祝福來到世上 是 首先是透過耶穌的救恩 不會是就這樣去祝福的 一定是有耶穌的救恩 因為有耶穌的救恩 人才可以回到神那裡的 因為有時候有些人 很多時候都只是 他們有個觀念 就是因為 那些家人病了 有什麼問題 他就會叫我 你為祈禱 請你為祈禱 他有病 我也會為祈禱的 但我說你有沒有 傳福恩給他 他有沒有信耶穌呢 如果他沒有信耶穌呢 他不會得到神全面聖的祝福 所以最重要第一就是為他祈禱 信耶穌 因為他信耶穌 他才沒有罪 將他跟神阻隔 他才可以開始跟神有正常的關係 這樣 他才可以得到全面聖的祝福 所以我們 看到家人還沒信主的時候 我們第一件事就是 求主給我們聰明智慧 怎樣 還有愛心 有生命的見證 去帶領他們信耶穌 然後呢 他們的生命可以得到祝福 也都可以告訴他 當我們信耶穌 跟從耶穌 神是可以祝福我們整個生命的 你的生命可以被提升的 但是這個首先就是有耶穌的救恩先了 OK 關於這個經文 有沒有人有 這個經文是很類似的 與以賽書5月3章那裡 他上下文 因為不是以賽書5月3章那裡 有講到擔當我們的罪業 這個是相類似的 然後詩 講不到後書5章21節 神使勒無罪的 替我們成為罪好 叫我們在他裡面成為神的義 那這裡就講到一個交換 一個交換就是 神使勒無罪的 沒有罪的是誰呢 全世界只有耶穌是沒有罪的 替我們成為罪 這裡不是講到承擔罪 是成為了罪 另外在下面 加拿大書3章13節 基督記為我們 受了就座 原文是成了就座 即基督為我們成為了就座 而這裡就是為我們成為了罪 那是什麼意思呢 即是說 他成為了罪的化身 就是全部的罪 所有的罪都落在他身上 所有罪的懲罰 都落在他身上 他就已經 就是 所有的罪已經付了代價 而他在十字架上的時候 他就好像是罪的化身 就是所有的罪都在他身上 那這個呢 就是一個很大的恩典 就是他完全成為了 他為我們成為了罪 然後我們就成為了神的義 在聖經的意思就是 遵從神的律法就是義 就是 做了神所吩咐的就是義 那 叫我們成為神的義 就是說 我們就變成了 好像耶穌那麼聖結公義 我們就好像耶穌那樣 是變為無罪 就是他遮蓋我們的罪 我們就成為了神的義 加在我們身上 這個義呢 是加在我們身上 不是我們所行的義 是加在我們身上 我們有 聖經有用的說話 有時就是用清義 清為義 有時就用算為義 就不是我們能夠這麼完美的 是耶穌將他的義 加在我們身上 我們就算為義了 我們就是好像 我們本身有罪的 我們始終都是仍然有罪 但是耶穌的義就遮蓋在我們身上 那麼這個經文就說了一個交換 那用一個比喻說 就是好像有個人犯了法 很嚴重的犯法 是一個很大的罪人 如果 國家領袖 將他 宣佈他無罪釋放 他會不會變為一個完美的人呢 就是說國家領袖說 這個人現在我們釋放他大瀉 大瀉只是他 即是他不用受這個懲罰 不代表他變為一個善良的人 但是神來講 就是他就把耶穌的義加在我們身上 即是在神眼中 我們就好像耶穌這麼聖的光明 所以我們才可以來到神面前 那麼在二塞書六十一章十節 就講到這個意念 就是說 我恩耶華大大歡喜 我靠神快樂 因為祂以拯救為衣給我穿上 以公義為袍給我披上 好像新郎戴上華觀 又像新婦佩戴裝飾 就是神以公義為袍給我穿上 以拯救為衣給我穿上 以公義為袍給我披上 就是神的公義在我們身上 所以我們可以來到神面前 經常都深信 我現在在神面前 就好像耶穌這麼公義 這麼聖結 這一點我希望大家會這麼深信 我來到耶穌面前 神望我 就好像望見耶穌這樣 就是這麼完美的 我們基督徒有另外我們基督徒所行的義 在啟示六十九章有講的 但是呢 這裡所講的就是說 耶穌的義圖在我們身上 以至我們就好像耶穌這麼聖結 所以我們可以來到神面前 很開心 我現在有耶穌的聖結 但是我們要明白 我們一樣要建立 我們基督徒所行的義 但是呢 我們建立的時候 我們一直都知道 我們現在有耶穌的義圖 所以我可以很放心放膽 我真心悔改 神就會赦免我了 神就會將祂的義圖 加在我身上 很多人呢 他都說 哎呀我還是有很多罪 我做得不好 所以我就擔心 不知道神接不接立我 我不知道自己 這麼好 那麼我們就 從這些經文 我們深信 首先就是 耶穌已經稱我們為義圖 他義圖在我們身上 我們好像 在神眼中 就好像耶穌這麼美麗的 我們就可以這麼開心 神現在看著我 很開心 我恩爺說 大大的歡迎 我要靠神快樂 我可以很開心 因為呢 神呢 以拯救為義給我穿上 以公義為袍給我披上 那我現在停一停給大家 去發問或者回應 你能不能夠這樣相信呢 就是說 現在我有耶穌的義圖在身上 就好像耶穌這麼美麗 在神的眼中 這麼美麗 就算我還沒這麼完美 我們也是這麼美麗 但是呢 我們也都 不是繼續去犯罪 因為犯罪是會污染我們的生命 但是這個義圖 當我們真心悔改 是依然存在的 譬如有個人 他處理不了罪 他依然 就是他求主赦免呢 真心悔改求主赦免 耶穌是真的赦免他的 真的有義圖在他身上的 但是他的罪呢 他如果繼續故意犯罪呢 他就不是真心悔改 是會難了神的 就是神的喜悅臨到他身上了 當他有耶穌的義圖 神就喜悅他 然後他又遵從神 神是更加喜悅他 神就會大大的施恩祝福 那所以一方面 我們就有耶穌的義圖 另一方面就說 我們有基督徒所行的義 我們就很開心來到神面前 就算做得不夠好 求主赦免 神就會赦免了 神就會歡喜的 大家在這方面 有沒有這樣鼓勵自己 你覺得有沒有人想問問題 或者應用這方面有沒有問題 大家會不會在平日提醒自己 現在我有耶穌的義圖 神看我好像耶穌這麼聖結光明 或者你可能今天才聽到這個訊息 你能不能今天就開始說 我現在呢 神看著我呢 就很歡喜了 我是有耶穌的義圖在我身上 我好像耶穌這麼光明的 這麼聖結的 是神所喜悅的 你能不能現在去相信 因為他說叫我們成為神的義 還有在以賽書六十一章十節那裡講到 他因而去拯救為依給我穿上 以公義為袍給我披上 好像新郎帶上華觀 新婦貝太光裝飾這麼漂亮 我們會變得這麼漂亮 所以我們能不能今天就相信這件事 我們在神眼中就變得這麼漂亮呢 大家能不能相信這件事 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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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有沒有困難 或者有沒有 就是怎樣 覺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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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興省 因為 在心中 依然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好 就是在心中自己反思 我們是不是能夠 哇真是好 我真是在神眼中好像耶穌這麼美麗的 能不能夠在這一陣子都相信這件事呢 嗯 都相信的 嗯 可能有時候 就是 可能之前 或者有時候會想自己有些事情 但剛才你 牧師你都說 只要我們真心配改 都可以 嗯 嗯 是啊 是啊 我們真心配改的時候 神都是很歡喜 很喜悅的 有時候呢 是 我們 焦徒呢 在未曾犯罪 就是說 我說過那些 有些 故意犯罪 或者有時候我們知道一些不對的 我們犯罪那種 未曾犯罪之前呢 我們比較容易接受這件事 但是譬如 我們剛剛犯了一件 我們明知道是不對 而我們做的錯事 譬如剛剛我們罵過人 或者剛剛呢 是 嗯 傷害人 或者是剛剛呢 是 有些的 污衛的意念 有些淫念 在心中 即時呢 那個控訴呢 是很強的 這個控訴呢 是會令到我們覺得 哎 神都是不會很喜歡我 神都是不會這麼 清我為意 這麼歡喜我 就是我們很容易 當我們一有問題的時候 就是有罪的時候呢 那個控訴是很強的 臨到我們身上 這個控訴呢 一方面是第一 就是聖靈感動我們 叫我們知罪 但是人呢 那個 罪性情就會開始反應的了 那個罪性情就會開始反應就是 哎 都是我壞了 還有魔鬼也都會控訴了 都是我們壞了 做得不好 所以神都不會喜歡的了 那 跟著呢 就會有一種很強烈的反應 這件事其實我自己試過很多次的 我是經歷過很多次 犯了罪 真的覺得很不舒服 還有就是 有一種不敢見神的心 那但是呢 就是我真的發覺 啊 犯了罪真是很辛苦 就是這種的辛苦呢 在 就是我 有很長的時間 曾經試過這種情況 那後來當我經歷聖靈充滿之後呢 我就 決意呢 就不再被 這些罪影響 一有罪 立刻處理 就不是由得那些罪影響我 傷害我 就是我 很 很深信一件事 就是 在罪中 是很辛苦的 是會 人呢 是沒有平安 會失去了平安的 那所以我 我自己是 現在來講呢 很刻意去 處理罪的 而我 是留意到 犯了罪之後 那個心 那種 失去平安是很強烈的 是很 在那個心裏面呢 是很不舒服 很 就是得不到 心中 就是難於相信 在那時候 神的射罪的 大家有沒有這些經歷 就是在 真的犯了一些大罪的時候呢 是難於那時候 相信神的射罪 有沒有發現這件事情 有啊 有的 嗯 嗯 嗯 因為有後果的嘛 這個後果 看上去就好像 不像射罪 還覺得 啊 還可能日後會有病的 我心就這樣想 OK 這個呢 就是我們自己加上去的 當然犯罪是可以帶來病 可以 不過呢 我們就不要 去 將自己踩多幾腳 啊 因為有時候有些教導呢 就會 啊 過度的強烈 就會說呢 那你現在犯了罪呢 神呢 就怎樣懲罰你啊 那就是聖經是有說的 不要犯罪 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利害 的確有說的 但是 當我們真的犯了罪 我們心裏面真的痛悔 我憎恨那個罪 神是會喜悅的 神就不會把那個懲罰 啊 就是一個強的懲罰放在我們身上 都會 有一些 有一些 罪的後果的 但是呢 神是不會把一個 重的懲罰 加上一個很深深悔悔的人 他會有懲罰 但是這個懲罰是會減輕了 好似大衛那樣 他的懲罰 因為他的罪是很嚴重的 那個懲罰是很重的 因為他殺人和犯監任 但是神依然給他機會 還有 如果按照律法 他是要判死刑的 但是呢 他是 沒有被判死刑 神是給他機會 並且應許 將來他的後裔 要坐在他的寶座上 就是講到耶穌基督 這個是很特別的 就是當一個人很真心悔悔的時候 神真的很歡喜 神真的很接流 那這一件事 我們需要學習 去 就是我們一停日 就不難相信神的射罪 是犯了大罪的時候 就很難相信 大家有沒有同感 大家有沒有同感 在犯了大罪的時候 是覺得很難相信神的射罪 普通犯罪的時候 是比較容易些 去相信神的射罪 但是犯了大罪的時候 是懶的 是 以人的頭腦來說 就很難相信 是的 我們是會 在那個時候 是難於接受 那我想說 就是什麼 下一次 第一 未犯大罪的時候 立刻留意 我們留意到罪的時候 立刻知道破壞性 我們立刻就 處理 在內心裡面 深信我犯這個罪 是有破壞性的 神是不喜歡的 是會破壞我和神的關係 破壞和人的關係 破壞內心的平安 興省 所以我立刻 處理罪 勝過這個罪 但是如果 真的犯了罪 我們都深信 神現在這一陣子 最想我們做的是 真心悔悔 我們真心悔悔的時候 就不要說死了死了 不知有沒有什麼病 有什麼困難在我們身上 我們就不要不斷去挫自己 我們只是說 神你保守我 讓我不要失去更多 如果我用一個比喻 一個例子 譬如有一個人 他就 一時的貪念 偷了錢 他偷了錢 然後被人發現 抓去警察局那裏 抓去警察局那裏 那他呢 第一 很內疚 第二 他就害怕了 死了 現在去警察局 天天可能就要坐牢 那我就身敗名裂了 我前途盡毀了 就是就會 心裡面是很大的 很大的 控訴自己 就會 一直說 死了死了 我這次犯罪 總之我不要犯了 現在犯罪 真的很嚴重 很嚴重 就會有這種情況 但是這個時候 其實最好的方法是什麼呢 就是真心悔改 耶穌一定赦免我的 耶穌一定洗淨我的罪 我真心悔改 我也都求神減輕這個刑罰 以至呢 我能夠 即是依然走到神的路 神是我願意走你的路 真是遵從你的吩咐 做神所吩咐的事 進入神的計劃 那神是可以 在這些情況 當人真心悔改的時候 真是減輕他的懲罰的 其中有一個在Good TV的見證 Good TV 這個在台灣的一個 基督教電視節目 那他講到一個人呢 他就是吸毒 他吸毒呢 神已經保守他 不過後來他結果被人捉了 那後來被人捉了呢 他又在捉了去監獄的時候 就有人帶去信耶穌 他就求神憐憫他 因為他要坐牢坐很多年了 他求神憐憫他 叫他不用坐這麼多年 那神真是恩待他 結果他是不用坐這麼多年的 他就後來是應該做了牧師的 即是我也都有這個見證 在我的檔案 我儲存了這些見證 我在菲律賓曾經宣教 認識一個人 他殺了他太太的 但他現在是監獄的遠目 那他殺了太太 他是判終身監禁的 但他相信耶穌 結果他整個生命很大改變 結果監獄 政府早些釋放他 他就做了監獄的遠目 去幫助那些 在監獄裡面的人 這些都是一些例子 神給他們 不過是不及於他們起初有的 一定是有打折扣的 但我們在這個時候 我們都求神幫助我們 堵住這破口 讓這個破壞 不會再加強 讓我們可以得回 神給我們的祝福 所以有個姊妹就說 不知道有沒有什麼病 我們就不要這樣嚇自己 以後說神你保守我 叫我不要被魔鬼偷竊殺頭 我真心悔悔 我以後都不想犯罪 我真的有罪的意念 我立刻處理 我立刻去靠主德性 OK 有沒有人有回應 關於我剛才所說的 對於罪的後果 和我們可以最大的補救 就是盡快處理罪 和盡快悔改 其實罪的掙扎 在我們人生之中 是一樣持久的事 我自己很感謝神 在我聖年充滿之後 真的靠著耶穌 和以前是完全兩個人 就是我以前 其實很多時候脫漏 因為我有一個信念 是一個錯誤的信念 就是說 我求諸聖命就可以了 那就沒有想到 罪的破壞性 在當時心中 也不是有很強烈的 這個意念 但是我現在我知道 罪的破壞性 所以我是會很刻意去 處理任何的罪 不給罪影響 而我以前在罪影響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 在很多時候的掙扎 和內疚之中 所以我自己 經歷聖靈的改變之後 神就教我 如何刻意處理 變成我可以幫助別人 去處理生命 好的 好 掌問有沒有見 很感謝老師你這樣的教導 是不是有人開了什麼說話 是啊 沒有 就是我之前 就是 信了耶穌之後 我也有試過是 就是犯了罪之後 不敢見神 就是以往呢 我就會天天靈修的 但是當我犯了罪之後 那一晚我就 不想靈修 那好像 不敢面對神 那樣 那 就想著 他灘先 那一晚就沒有靈修了 那原來 就是 你也是說得很清楚 就是 神就是 最想我們就是 回轉 回改 嘛 那就是 就知道 就是 雖然我之後就沒有再犯那個罪 但是 很難保之後呢 自己都會 都會 有差錯的 嗯 那現在就知道 立時要回轉 回改 那就已經可以了 是的 神最想 我們就盡快 悔改 憎恨罪 離開罪 即時處理 這個是神最想的 即時深信神的赦罪 求神呢 也都 堵住破口 叫我們不會 失去更多 求神保守 雖然我們有做錯了 我們 求神堵住破口 叫這個破壞 不會變得更大 譬如 假設這樣 有時候我們在網上說錯了 句話 我都試過有一次 是這樣的情況 在網上說錯了 句話 那麼 我即時想到 是怎樣 那些人可以馬上攻擊 即是說 律師你都說錯話 那我 在當我有這個情況 之後 我馬上悔改 以及馬上在網上承認 在群組馬上承認 對不起 我才說錯話 對不起 馬上承認錯 那些人的反應 我又這樣 就是做得很正面 他說 牧師你真是好 你真是會真心 在這麼多人面前去認錯 真的這件事是非常好的 那麼 那當時他們就承認得很正面 但是如果當中有些人 是一些攻擊性的人 他就說 而牧師 你也是這樣 你不要說是人 有時候 有些人是會踩人 那我們也求求幫我們 不要做踩人的人 也不要踩自己 因為有些人 他受到一些教導 經常都會 很容易就會控訴自己 讓自己變得很殘 很無力 大家有沒有試過這樣 有時候有些人的說話 弄到我們很殘 很無力 一直繼續控訴 甚至有些長時間控訴 就是我認識有些人找我幫助 就是因為他長時間給一些人控訴 包括給一些傳導人 因為要他們怎樣做事做事 然後控制他們 控制得很重要 要他們怎樣做 當他們沒有做到的時候 就很大的批判 那麼他們的心中 經常都存留在這種批判之下 神是不想我們活在批判之下 神是想我們輕省的 罪得赦免的 罪得赦免是輕省的 是喜樂平安的 當然犯罪 譬如他罪得赦免 然後犯罪 他自己又把他丟到泥桿裡 是一定會遭遇破壞的 但是我們知道之後 我們就刻意處理了 就是盡快處理 任何的禁都是不好的 就立刻處理 這就是靠主得勝 也都時時將榮如歸給神 多謝天后改變我 OK 好了 我們現在祈禱一下 求主幫助我們釋放 我們這個內疚的心 我們這次講了 也有很多關於這個罪的情況 因為其實我們傳呼 一定是會幫助人的靈命 一定是會處理到很多罪的問題 為什麼我會問你 有沒有這樣的經歷呢 因為讓我們大家都 留意到我們自己的經歷 或者留意到別人的經歷 我們在幫助人的時候 無論是未相信的人 或者是相信了的人 我們都能夠幫助他 去看到罪的可怕性 讓他有這個 懼怕罪的心 就會刻意處理罪 也都深信神的赦罪 就不在那裏挫自己 雖然我們同時就說 不要再犯罪 恐怕遭遇得更加厲害 但同時我們都說 我們可以求神 不要將更大的刑罰 放在我們身上 我們就立刻去堵住破口 我們都不要繼續挫自己 有時就是這樣 神已經不去攻擊我們 誰不知我們自己挫自己 那天很壞 那時候令自己很苦 活得很苦 有些人是活得很苦 因為他們經常都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好 好的 好,我們一起祈禱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主啊,你真是好 因為耶穌的救恩是極度完美的 不單是射滅我們的罪 也都將主耶穌的儀婆 放在我們身上 叫我們在神的眼中 好似耶穌這麼聖結安明 真是很美麗的 好似新郎戴上華官 又像身婦佩戴裝飾 我們多謝你 你以拯救為衣給我們村上 以公義為袍給我們披上 好似新郎戴上華官這麼美 又像身婦佩戴裝飾 神,我們多謝你 因為你將這麼美麗的義婆 加在我們身上 我們就深信神的赦罪 神的接納 我們就求主幫助我們 真心信靠你的救恩 深信耶穌基督是大罪人的救主 我們是大罪人 但是耶穌是大罪人的大救主 能夠拯救我們脫離一切罪的捆鎖 耶穌最想我們就是真心悔改 真心處理罪 勝過罪得盛 耶穌就歡喜了 耶穌不是想我們繼續坐自己的 不是一直批判自己 所以聖經裡面說到 控告神所揀損的人 耶穌已經稱我們為異了 償能定我們的罪 耶穌已經為我們死了 而且坐在天上為我們祈求 耶穌都已經坐在天上為我們祈求 所以我們不需要一路揹著淡子 我們不需要定自己的罪 我們悔改 真心悔改神一定射滅我們的罪 也同時我們知道罪的可怕性 所以我們就刻意對付罪 求主幫助我們勝過一切的罪 靠主勝過一切的罪 憎恨罪 知道罪的破壞性 我們就全心全意 刻意地靠著耶穌去處理任何的罪 有任何罪的意念 我們立刻處理 不要讓罪留在我們的心中 不要讓任何的負面思想情緒 任何的憤怒 激氣勞曹 生氣人 不言恕 怨恨 或者是攻擊人 這些意念留在我們的心中 讓我們心裡柔和 謙卑時事都是祝福人 時事都是關心人 憐憫人 多謝耶穌你的大恩 因為耶穌的赦罪 我們可以輕省做人 我們可以開心做人 因為耶穌的救恩 耶穌的改變 我們可以開始真心面對罪 處理罪 勝過罪惡 刻意地處理罪惡 能夠靠著耶穌的得性 我們多謝天父 天父你真好 天父你真好 你賜給我一條得性的路 賜給我一條封聖生命的路 讓我們活在封聖生命之中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耶穌 多謝耶穌 Hallelujah 我們可以歡喜快樂 因為我們有耶穌的救恩 有耶穌的拯救 我們就歡喜快樂 多謝主讚美主 我們可以開心做人 天天開心做人 天天都有力量 有力量 求祈幫我們堵住一切破口 不要讓情緒帶著我們 不要讓我們的壞習慣帶著我們 不要讓我們的隨意生活帶著我們 而是我們每次都靠著耶穌 得性有餘 反而這個方法是輕鬆的 開心的 不是被捆綁的 是開心 喜樂平安的 多謝耶穌 求主賜給我們 喜樂平安的生命 多謝主讚美主 祈禱奉主耶穌聖名 阿門 我想說說 很多基督徒 在對付罪方面 都是很多失敗 因為他們不看到罪的可怕性 也不看到耶穌 射罪的大恩 一犯罪就會急 而且他不知道怎樣 建立自己的力量 就是我們需要有力量 就是從神而來 親近耶穌而來 也是從我們建立自己的生命 建立與人的關係 建立與人相處 關心人 這些會讓我們有一個 英文叫Support System 一個支持系統 一個人如果沒有支持系統 他很容易崩潰 如果一個人經常都是孤單 經常都很絕望 經常都灰心 經常都被人坐得很低 結索到沒有力量 他很沒有力量 一旦有什麼困難 他就會犯罪 但是當我們有一個 好的Support System 從神有好的支持系統 從人有好的支持系統 因為我們一向關心人 建立與人的關係 關心人 也與人有真實的分享 當然這是根據與人的關係 和這個人的生命 有些人生命很差的時候 很多問題 我們不需要跟他分享 我們有很多深度的問題 因為他可能反過你攻擊 我們是看別人 來分辨我們分享的程度 但是我們能夠和別人 建立好的關係 能夠分享 也都回應別人的分享 是建立別人的關係 和別人好的關係 我們有一個好的Support System 也都自己內心 是充滿平安喜樂 就更加容易勝過罪 很多人不能夠勝過罪 因為他內心很孤單 很失落 沒有力量 做什麼都失敗 這樣的人是很容易留在最終的 求主幫助我們 整個生命重建 就是先我們所說 因他受的刑罰 我們得平安 整個人有Shalom 神的完美的 完整的生命 耶穌所影響的 風聖生命 能夠達到我們身上 OK 有沒有人有回應 或者問題 OK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 今天到這裡為止 祝福大家 希望今天的教導 非常重要 對於處理罪 以及如何活在 神的赦罪 神的喜樂之中 希望大家熟悉 第一幫自己 第二幫人 在你周圍 你會發現 很多人都在罪咎之中 我們怎樣 不去定他的罪 而是引導他 讓他看到罪的可怕性 亦都讓他看到耶穌的 射罪的大恩 讓他心慶省 平安 有力量 OK 祝福大家 拜拜 謝謝牧師 拜拜 拜拜 謝謝牧師 拜拜 拜拜 謝謝牧師 我聽到很多媽媽的問題 你聽到哪個問題 我嗎 那些問題 你有沒有聽到自己的問題 小朋友 你有沒有一些問題 沒有什麼問題 你沒有什麼問題 你想一下先 你問一下耶穌 你問耶穌 我有沒有 有時候 不聽話 有時候不盡責 有時候不乖 你問一下耶穌 你是不是在錄影 也正在直播 是呀 不要緊的 他不知道你是誰 那為什麼我開不了鏡頭 因為我們沒有開鏡頭 不要緊的 不用鏡頭 我們因為這裡 故意不開鏡頭 我們放上網 不想有些人覺得 有個照片放上去 耶穌很疼你的 小朋友 你知道嗎 知道 耶穌很疼你 很喜歡你 你的頻道是什麼 我的頻道 待會我傳給你媽媽 好呀 我有很多影片 你愛不愛耶穌 你愛不愛耶穌 我愛 愛啊 那就好 那你愛耶穌會不會愛自己 當然會 對啦 對啦 那你愛自己 就會怎樣 珍惜生命 愛自己 就包括珍惜生命 就不要被魔鬼偷竊 殺害毀壞你的生命 你知不知道有什麼方法 你可以珍惜你的生命 不知道呀 那你譬如讀書 你有沒有心機讀書呀 當然沒有啦 當然沒有啊 那就馬上被魔鬼留地圖 對嗎 那不讀書的人 生命會不會發揮呀 嗯 會 會難一點啦 是不是 對呀 難一點啦 是啊 你知不知道我讀很多書呀 因為呢 我是很想發揮生命呀 所以神給我讀了很多年書呀 學了很多東西的 我現在都經常學習的 我覺得學習是樂趣來的 因為我可以學到多些東西 我覺得學習不是樂趣啦 為什麼學習不是樂趣呢 為什麼學習不是樂趣呢 因為我喜歡 因為我喜歡 多於學習 學習呢 學習呢其實很重要的 比如學 語言啦 中文啦 英文啦 可以和別人溝通啦 現在我上網看很多影片 我都看到 我和外國人都可以溝通 我又可以用英文教人 因為我學了很多語言 如果我沒有學這些語言 就幫不了別人 那你都可以的 你都可以學一下語言 那可能過程很難的 不過你勤力學呢 耶穌就祝福你了 你想耶穌祝福你呀 你想不想呀 小朋友 你知道耶穌在你身上有奇妙的計劃嗎 他想大大使用你的呀 他很想大大祝福你的呀 如果你聽話呢 你就會入到神的計劃的啦 你想要入神的計劃呀 你可以入到神的計劃呀 你可以入到神的計劃的呀 你開始聽話 你跟媽媽說 媽媽呀 我怎麼可以入到神的計劃呀 我怎麼可以聽話多些呀 怎麼可以有心機讀書呀 可能你沒什麼心機 不過你做少少進步 可以嗎 少少 讀少少書 讀少少先 慢慢才讀多些 行不行 其實我讀書的內容都多的 那些內容什麼呀 都多 都多 是不是 那你試一下 是啊 考試內容更多過讀書的內容 是啊 那你可不可以 比以前勤力多些少呀 可以嗎 多些少耶穌就喜歡的呀 你有少少進步 那你自己又可以開心 我有少少進步啦 那你想要進步少少呀 當然呀 是啊 如果你想呢 那你就開始努力 那你就能夠進步 你知道嗎 我用很多心機讀書 所以我能夠呢 很多東西都可以學到啦 啊 可以 看很多網上的 YouTube 那些教導的影片 還有很多人的見證 我都可以看到啦 我又可以訓練非洲的牧師 我訓練非洲的牧師 是啊 為什麼要訓練 為什麼要訓練 聽不到你說什麼 為什麼要訓練牧師 因為有時候有些牧師 都未必受到很多訓練的 他們都是很多地方 未學得夠多 因為在非洲 不是學到那麼多 其實有很多地方 有很多牧師 都未必很懂得 是嗎 是啊 可以更進步 因為我們沒有一個人 去到耶穌的層次的 我們未去到耶穌的層次 都要學習的 我們盡量學習耶穌的方式 那我是學了很多東西 你知道我學了多少東西嗎 我讀書的時候 英文 英文我用很多心機學 所以我可以看很多英文的書 應該學了多過一百樣東西 是啊 學了很多東西 我又彈琴啦 彈吉他啦 唱歌啦 怎樣唱得好啦 怎樣幫人啦 怎樣幫小朋友啦 好像你那樣啦 我都學過呀 你跟我經濟覺得舒不舒服呀 舒服 是啦 因為我懂得關心你嘛 是不是 你想將來日你幫別人 都令到他覺得舒服呀 是 你都可以的喔 那你讀多些書 將來就可以了 那你就可以 入到神的計劃 那你就乖咯 你知道就乖咯 如果我用阿根 來上你那裡的視頻 我是可以呢 可以呢 可以呢 按你那個呢 直播連結的 嗯 那就好啦 不過你進來呢 我們在說話的時候 你就不要說話 就是我問問題的時候 你就可以說話 有話要問 你可以說話的 如果我在說話的時候 你就不要說話 就是你的麥克風要關掉它 知道了 嗯 我希望你呢 開始做一個 乖的小朋友 進入神的計劃 神有個計劃 在天上寫了給你的喔 這個計劃呢 就不是說 哎呀他讀書又不行 什麼都不行 不是喔 他的計劃 神寫了是 你將來會祝福很多人 你想不想呀 你將來會祝福很多人 可以學業牧師的 可以幫很多人 你知道我幫很多人的嗎 你都想 你想不想呀 你想呢 就開始用心思讀書 祈禱啦 求耶穌給你聰明智慧啦 好嗎 好 你可以跟媽媽來見一下我 我和你聊聊天 和你祈禱啊 還有神呢 賜給我聖靈的能力喔 你祈禱你可以經歷到神的平安興省喔 你想不想現在我和你祈禱啊 你可以經歷到神的能力 想不想呀 想不想呀 不用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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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睡覺了 好的 那你先睡覺吧 第二天先吧 祝福你了喔 乖乖了喔 祝福你 好祝福你 祝福你身體健康 好了 祝福你勤力讀書 乖乖好不好 好 好了好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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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